继续回到主编点新闻 第三则带大家一起南下 我们去到柔佛州 柔佛州务大臣问哈菲兹就坦言 随着马格达州席补选如火如荼的开展 他接获到当地社群和商会的反馈 指许多华裔选民抵制补选 不要出来投票来表达他们不满的立场 大臣也表示 尽管这场补选成绩出炉 是不会影响到他的州务大臣的职位 也不会影响到州的政局 不过这就关乎到华盛对州政府的信任票和投资信号 他认为这是一个大问题 虽然成绩看起来是微不足道 但他有可能会影响柔佛州的未来发展 那这个 那哪个statement呢 其实佑璇你觉得有这么严重吗 这个是在选战期间 我觉得大臣的这个说法 当然会是比较倾向于去鼓吹大家 多多的去支持他的 所以以至于他把自己放在这个 他并不是直接竞选嘛 但是我们也必须要认可的一点 是说这几场 我们之前面对的几场周选 这个所谓的补选 其实大臣之前的表现 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 我们看新骨毛补选的时候 其实新骨毛补选 人们认为 其实这个彭小桃 这个行动党 团结政府能够剩下呢 其实过去这么多年来 这个大臣阿密鲁丁的表现不错 也是其中一个因素 而在这个双西八甲 这个我们回到 我们不是说 曹官也做得不好 但是在地区方面 确实他们认为 州政府处理双西八甲的 这个所谓的水灾 以及水供问题 都做得不好 所以以至于他们有这样的民怨 所以在这个马格达的情况如何呢 我觉得他某种程度 他是反映的 到底州政府在当地做得好与不好 但是由大臣本身去提出这一点的话呢 我觉得有一定的一个风险 他就把这个所谓的这个选战 拉到是对他的信任票的 这样子一种说法 但是如果他真的是在 我首先要提出了 这个马格达 以他的这个选民结构 跟这个马来人在南马 没有这么支持 这个所谓的一党 跟这个土团党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他基本上不太可能输 但是如果他提出了这一点过后呢 他怀疑选票又不多的话呢 他确实是给人 他就已经做了一个所谓的评价嘛 就是说其实选票少 就是认为不支持他 这样的话 他就真的是很难回选了 我觉得当然可能在选战期间的话 他真的是要把这个丢在前面 来去促进 能够促使他的所谓的候选人 能够漂亮的胜出 这一点我们是可以理解 但是这个温哈菲斯 对于在华社当中 到底是不是如 其他机场选举当中的 这个所谓的州首长 或者是大臣 那么受欢迎的话呢 也确实会是一个看点 也确实是一个看点 所以就让我们看看一下 这个选举成绩 到底会对他来说 会是一个冲击 还是会是一个肯定 上个星期呢 是马格达补选的黄金周末嘛 那在周末的时候呢 行动党就让国会议员黄书奇 就召开了一场记者会 就透露 有心人士挨家挨户的 去派发署名 西蒙支持者的黑韩 塞进选民的信箱当中 而且地点都集中在 马格达华裔选民 占多数的一些混合住宅区 所以呢 他就合理的怀疑 有关的行径 是国盟所为 试图要煽动 华裔选民的情绪 让更多人不出来投票 从而提高国盟的胜算 那这封信函当中呢 就是写着 让华人不要出来投票 因为就有提到 在这段时间 就是阿克马跟 的争议了 对此国盟就强烈的否认 黄书奇的指控 柔佛州国盟亲 竞选主任 扎伊莎哈鲁丁 他就批评 行动党是做了坏事 然后敢做不敢当 试图想要转移焦点 没有根据的污蔑国盟 并且他要求行动党 跟黄书奇 为这件事情而道歉 到底这个黑韩事件 他煽动还是民意呢 其实这次的选战 他的议题 我觉得如果 黄书奇要以提出 黑韩作为他其中 一个选举议题来说 显示这次的议题 其实不太多 不够热 这样子一种黑韩 我觉得其实并不是 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加上黑韩里面的内容 我觉得其实 我们的观众朋友 有一些发言 可能都非常类似 就是说要把握这个机会 要去教训之前 出源不逊的 所谓的阿克马 这样的言录 我们且不论他是 正确以否 或者是不是应该 我们去听从 但是并不是一个 令人感到非常稀奇的 这样子一个言论 所以我觉得其实 有黑韩出现 当然很有趣的一点 是说国门目前 是否认这一点 但是为什么要以 黑韩的情势出现呢 我们就要有一个 非常大一个问号 目前两个华人为主的政党 都是在共同 为这个巫统的候选人助选 这个行动党跟这个巫统 是谁做呢 那么难道是民政党吗 民政党需要这么做吗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疑惑 或许会不会是有人 他就是很自发的认为 他真的 没有任何党派的认为 这一次真的是一个 很好的机会 去很好的去教训国政 但是这个教训本身 我觉得其实就顺道谈一谈 我觉得这个观点 回到来是大家认为 这个所谓的 强制清真认证问题 最后内阁的方案 是大家可以认可的吗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说 阿克马本身 他这套言论 是否有受到 这个所谓的巫统的 绝大部分的 甚至是比较资深 高层的人物所认可 如果没有的话呢 大家的想法 会不会是会回到 其实这次要回到 是投的是巫统 而不是阿克马本人呢 当然你也可以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阿克马出源不逊过后呢 这个巫统的高层 也没有对他 进行任何的一个批判 甚至还有一些声音 认为他们是 其实是挺阿克马的 两方面都可以谈 我觉得其实 我觉得当地的选民 本身可能也要考量 这样子一个议题 这样子一个决定 这样子要做出惩罚的 这样子一个动作本身呢 他其实并不是这么的直接 他有很多复杂的因素在内 而投下那一票过后 是否能够达到 惩罚的效果呢 也有相当大的 一个疑问存在的 没事 不管怎么样 我们这个星期六吧 对吧 是这个星期六 我们就能够看到 到底成绩会是如何了 就大家一起看下去吧 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 今天也谢谢悠全 谢谢 那这边也跟大家提个醒 待会进入六点钟呢 有重点单元 城市放大镜 今天在城市放大镜 要来跟大家聊的 时事话题是GISB 最近到的沸沸扬扬的 GISB控股公司 到底来头 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守着待会儿的节目 你就知道了 OK 来回到节目当中 悠全医生还有什么样的地方 或者有什么样的 想法想要补充的吗 我觉得这个 这个马哥达的 真的是非常有趣 因为其实这个所谓的 华人不出来竞选 这样子一种声音 其实越来越大 而且有消息指出 在最后的几天 会有一个大咖 出他的公开信 来去告选民书 来去告诉 到底选民 为什么要去 再用这样的机会 去惩罚这个巫统 但是我 我先不做判断 知识与否 但是我觉得如果 这样子一种 所谓的要惩罚巫统 是因为他不改变大局 他似乎是有一定的道理存在 但是如果这样子一个言论 是他的这种所谓的言论 背后的一个支撑点的话 是不是如果是能够 主导大局的情况之下 就不应该去惩罚巫统呢 这个就是我们要去 继续跟进的 因为选举一石一地 过后还有其他的 什么大选周选的话呢 都可能会有一些情况出现 如果大家都提出要惩罚 下次又要别的理由 要惩罚的话 就可以看得出 其实这些不是策略手票 而是一种所谓的支持 哪一个阵线的 最后的一个借口而已 有可能就是那些 想知道惩罚惩罚的 其实也不是当地选民 就是在外面的选民而已 当地选民可能其实 更在乎的是自己的利益 这个可能我们到时候 再从选票的成绩当中 补选的成绩当中 再来跟大家做分析了 再跟大家说一说 待会我们六点的访问 待会我们请来的是一位 伊斯兰教运动观察员 来跟大家聊一聊 到底这一次闹得 沸沸扬扬的GISB 虽然说它旗下有儿童之家 然后有很多的产业链 又有商店 又有医院 然后还有餐馆 各种各样的这些产业链 但是它背后到底是 什么样的来头 主要的资金从哪里来 和我们熟悉的一些宗教团体 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所谓的Global Equal 那这一宽的都跟他们是有关系的呢 所以等一下节目当中 我们就来聊一聊GISB的前身 还有GISB本身的故事了 请继续留守 非常期待 对 我们隔壁的直播间再见吧 今天是直播 1 3 4 2 4 5 6 6 7 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